近日,李玉刚工作室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则视频,久违分享李玉刚近况,配文称,教师姐也是需要工作的,视频中,李玉刚身穿一件普通的黑色衬衫搭配一条黑色裤子,坐在椅子上玩手机,它看起来是素颜状态,皮肤上的瑕疵很多,黑眼圈明显似国宝,头发也是没有打理的状态,很贴头皮。 网友纷纷评论,没想到李玉刚都成了这么大的弯了,还要努力工作,要注意休息啊,可别把身体累坏了。 李玉刚出生于1978年,今年43岁,他目前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,曾经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,将反串做到了极致,无论是身段还是歌声,都是同类型演员中的佼佼者。 李玉刚是将戏曲歌唱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人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他生活更多的是快乐,希望他继续用歌声书写人生。